中央宣布从二十四号开始将征用国产平面医疗口罩 而且必须要盖上MD和MIT的字样 但是在真话却出现有娃娃机 里头放着标榜限量的彩色彩色口罩 不过口罩是用透明塑胶袋包起来 一开始也没有将外包装放进去 让民众产生疑虑 而彰化县政府表示 虽然没有宣称是医疗级口罩 但还是要有商品标示 否则可依法开发 色彩缤纷的口罩放在娃娃机里 机台外头写着限量颜色 有人试了好几次就是夹不到 但玩家说机台放在人来人往的园林火车站前 确实吸引不少目光 但仔细看看口罩都是透明包装 上头虽然有台湾制造的钢印 但不少人担心口罩的品质和来源 可能都有问题 台主解释 因为想让消费者知道内容物再将透明包装的口罩 陈列出来 后来也已经将外包装也摆出来 并且强调只是一般型的口罩 并非医疗级 张外县卫生局也前往了解 确认没有标示医疗用 也没有宣称了效 就是一般的商品 但是台主还是应该依照商品标示法的规定 清楚标明商品资讯 张化谢福表示 虽然业者在机台有放外盒 当然是应该在每件商品外包装标明清楚商品资讯 也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否则可以依商品标示法 处最终10万元以下的罚还 记得林先生彭幻群 张化报道